像我们春茶种的这种黄瓜 是没有必要打那个增瓜林的 大家记住啊 秋茶高温季节要打增瓜林 春茶不需要 你看下面的瓜里头都出来了 像这个到时候还需要打掉 有朋友说 自己也想去做这种大庄的机制栽培 来种植这种黄瓜 但是自己不知道 这一亩地每次浇水的时候用多少肥料 然后每个阶段 黄瓜应该用什么样的肥料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先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说自己想去摸索着 去做这种机制栽培 种植黄瓜或者番茄 一定要注意 不能拿着你种植土壤栽培的思路思维 然后去做去管理这个无土栽培 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成功几率很低很低 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这种机制栽培 种植黄瓜这个施肥的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个呢 你不用考虑每次浇水用多少肥料 因为无土栽培呢 对施肥这话呢 它是更加的精准 它要根据这个一起检测 就是肥料溶解到水里面以后 它的一个树值来定的 一般像我们在黄瓜挂过之前 一般这个一锡值呢 我们会控制在1.7左右 当然这个桌还要根据你当地水源 它的一个基础一锡 高于1.7还是低于1.7 另外一个就是等黄瓜 这个开始流瓜以后 这个一锡值呢 我们控制在2.5左右 注意这两个树值都行了 用考虑你这每次浇水 加多少斤肥料 另外一个呢 这个黄瓜呢 基本上它对这个蛋铃甲的吸肥规律呢 就是吸收的规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全程用肥这块呢 只需要只用一个1号肥就行了 只不过是在每个时期 用的一锡值 就是肥料的弄度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管理起来 还是要比土壤栽培要简单很多 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 土壤的一些状况